近日四川宜宾一男子在自家鱼塘电鱼并拍摄视频发布网络被热情网友举报 随后警方传唤该男子对其进行批评教育并处以500元罚款 对此众多网友表示不理解自家鱼塘抓鱼发视频为何被罚自家鱼塘自己处理好像没有什么问题 宜宾警方通过社交媒体平台留言回应 禁止电鱼自家鱼塘也不行并据警方发布的说明该男子是非法使用电网被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第30条第38条规定禁止使用炸鱼 毒鱼电鱼等复缓鱼业资源的方法进行捕捞 网友表示不理解纷纷到宜宾公安账号下求捕法 2月26日四川省宜宾市公安局翠平区分局通报 该起案件办理存在适用法律不当的问题 则呈做出行政处罚的派出所予以纠正 目前翠平公安分局已撤销属地派出所 对当事人要某某的处罚决定并将罚款全额退还 派出所负责人已向当事人当面道歉并取得谅解 对当事人当面道歉并取得调查